第一步客户收到机器后 放置机器要保持地面平 要保持地面平坦 然后用钢片来垫平地面 然后接通电源 看一下这三根线 然后拉上爪 盖上 然后这个应该是有个集停 打开集停灯亮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应该是加住液压油 加住液压油的时候 在这个油箱的三分之二处就好 然后看这个电机这个转向 转向正确的话 就可以开始使用 开始使用的话 就是让它上下 还没运行几次 低压表不用调 都调好了 低压表不用调 那高压表的话 出厂的时候也是给调好了 按照自己的需要 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下调节 时间设置 然后自己设置行了 打开 打开盒子 打开这个盖 然后加减嘛 加减自己调就行了 你这样来会设好了之后 油味保持不变之后 然后就过来加液压油 加倒热油 倒热油箱在这 从这加住 加住的时候慢慢讲 慢慢加的时候 然后你打开排气盆 打着排气盆慢慢讲 加住满了 然后你开街循环 然后你开街循环循环 打开这个循环泵 这不是循环泵吗 这边有个油泵吗 打开油泵让它循环 循环着浆 它循环一段时间后 这个油就少了 少了之后 然后油味就下降 但到最后你这个油味达到这个三分之一处的时候吧 你再让它循环 大约得一个小时吧 慢慢的 然后再把这个盘再关闭 关闭就可以让它多循环一会儿 循环好了之后加热就行 总结就是这个样子 已经完成